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5月2日 今天来介绍一下NUROPS2024投稿的注意事项 很久没有介绍投稿注意事项了 主要最近SIMM2024出了结果 很多同学可能都中了文章 但即使你们没有中呢,可能也不是坏消息 因为你们如果没有中X个文章 你就多了X个NUROPS Ambition 大家还是可以开心开心的 希望就是说准备投NUROPS的同学能仔细观看这个视频 我中间也有可能很多地方讲的不是很对 因为我也就简单的看了也浏览了一下网上的介绍 如果我讲的不对的地方呢 就是希望同学们在评论区踊跃指出出问题 这样希望能帮助到所有投稿的朋友们 最后祝大家投稿顺利,希望大家摆头摆中 我之前几个月前呢,我做过一些关于投稿的视频 我曾经做过第一个视频是关于NUROPS SML Echlear ASDS整个几个会议的一个总结 关于如何投稿 然后呢,还有我还做过关于SML的一些投稿的教程 然后还做过一些这些换模板的教程 就是希望那个看到此处的同学呢 如果有时间,尤其是跟我做科研的同学呢 可以希望能把我的这些视频的链接呢 附在这个评论区下 帮助大家更好的搜到这个东西 当然了,我也会尽快把这些链接更新在我这个视频的介绍里面 我这一期呢,应该并不会讲全所有的details 我也会看评论区的反馈 根据大家的反馈呢,可能会再出一两期视频 或者三四期视频,讲了什么具体化模板 给一些实际的操作 总而言之啊,最近的时间的感觉就是 做科研是非常累的 做视频更累 不知道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首先,大家想知道就是说 这个NURBS 2024的投稿 这个会议的一些就是要求 以及会投稿呢 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浏览器 然后在谷歌里面进行搜索 NURBS 2024 这样会弹出来第一个链接 然后你们就点进去就可以了 你们点开那个链接呢 就会进入一个NURBS的网站主页 这个网站主页呢 写了就是2024年NURBS会议 在温哥华开 然后在温哥华的考文城Center 它是从大概12月9号到12月15号 然后还有一些 这上面还有一些announcement 还有一些listing的时间 大家可以仔细去浏览一下这个网站 这里边是一些重要的时间 我把这个网站截图放给大家看了 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去看看 这些时间是对自己来说比较重要的 我们先说两个重要的时间 一个是AppStressDuel 就是5月15号 今天是5月2号 还有不到两周 还有一个是FullPaperDuel 大概是5月22号 大概就是六七天之后 然后它这次用的呆在的时间 都是下午1点的Pacific Time 据我所知 这个Pacific Time的PTT时间 应该是家里福尼亚的时间 如果我说的这个地方哪里有不对呢 欢迎同学在评论区告诉我 这个网站还非常涉及了 人性化的倒计时 方便大家知道 具体还剩多少时间 大家可以给这个网站点个赞 本视频中 我如果介绍任何东西 有不对的地方 希望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然后我们现在点了 这个AppStressDuel的submission 呆在之后 我们会进入下面这个截图 就是这个会议的网站 然后你就可以进去提交你的文章了 现在这个服务器已经开了 你可以随时进去提交 然后我也试了一下 另外一个链接 就是Man Conference for Paper Submission Dialay 它两个会给你链接到同一个地方去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与往年不同呢 今年还多了一个 就是说高中生的一个projects 叫Call for High School Projects 我之前做过一些视频 就是介绍怎么算 5以内的加减法 感觉这是小学生的东西 所以他们这个东西看上去 覆盖的是可能你需要不仅仅会加减法 如果你还不会加减法的 欢迎大家去参考我的那个 5以内加减法的视频 这里是Call for Papers 我把它里面都列了一下 有这些东西 一会儿我会详细讲解 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当你去看一个会议主页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是关注 Call for Papers 因为这里面会介绍了投稿的一些细节 你的文章需要是几页 什么时候交 以及文章的格式 以及formatting的一些事情 我们现在回到第一页 我们现在回到Call for Papers的这一页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每页 网站里面的说啥 首先他在说开会的时间 开会的时间是2024年12月9日到12月15号 这个时间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但是对一些今年年底要申请PersD的同学 可能并不会是非常友好 你们并不一定有时间开会 因为那段时间 你们可能需要提交一些PersD的submission的材料 或者一些master submission材料 所以如果你们能不能去开会 自己你们着情处理 这个会的地点在温哥华 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今年很多会议都在温哥华开 今年Trobo AI2024 就是两个月前的一个会议就在温哥华 我也去了温哥华 然后我给大家在那表演了怎么打野 这是我在温哥华打野的五期YouTube视频 欢迎同学们可以点击看一看 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将来要去的 温哥华的卡文身三在长什么样 里面的风景是什么样 大家可以打开我这几个视频看一看 这几个的风景如何 如果同学们有时间 也可以在评论区把这几个视频的链接给上 我到时候也会有时间加在这个 video的评论我到时候也会把这些链接 加在那个video的comments里面 我们再来强调一下 appsread带来 选择一个文章的title 然后appsread还要把所有的author写上去 这个的时间是5月15号 今天是5月2号 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 一周06天两个小时 希望大家努力抓紧时间 然后for period带来 就是说你把整个文章 比如说前九页 加reference 加checklist 再加appendix 全部写成 放在一个pdf交上去 这个的时间 你是不能晚于5月22号的 大概是5月15号的一周之后 我今天会详细讲一下 就是checklist到底是什么 以及大家放在什么具体的位置 如果我说错的呢 请评论区的朋友们 及时指出我的错误 因为这个投稿呢 我不希望误导任何学生 我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我也有可能看了不仔细 就是make一些错误 所以大家不要完全相信我说的 大家看完我这个视频呢 不要就直接去投稿了 还是要自己去把这个网站 好好看一下的 真的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还有就是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没有那么抽象 如果今天的视频呢 还是很抽象 希望大家也在评论区告诉我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authentification 就是说2024年的9月25号 最终就是这个会议的截止日期 就是说也就是出结果的时候 当你知道了结果呢 你就知道你的文章 是否被accept还是reject 就是我想告诉你 就是今年年底上 申请的同学们呢 就是neurps可能是 最后的一两个会议 会在你申请前出结果的会议 likelear呢 是在你申请中出结果的 所以并不一定非常friendly 就是说对申请的学生来说 你们需要好好珍惜这次neurps submission的机会 它可能能帮你改变命运 也可能不能 什么是camera ready的 deal 就是当你文章中了之后呢 你还可以做一些文章的修改 今年他们说的是9月之后呢 你还可以再加一页 就是去额外加这一页 这是最近几年开的一个新的规定 这个呢 大家现在不需要知道 可能到时候文章中了 可以再去看看camera ready怎么弄 我到时候可以再做一个视频讲一讲 然后大家记住啊 这个camera ready的时间呢 看上去是一个AOE时间 AOE的时间并不是PET的时间 所以大家需要去自己网上查一下这两个时间的区别 大家如果要做课研呢 一定要搞明白这个dialite的区别 因为你不希望你努力了三四个月 最后因为你算错了dialite时间一两个小时 而交错了文章 或者没有交集 从最近四五年开始呢 neurps这个会议呢 开始用了一个系统叫open review 最早这个open review系统呢 是给就是iClear这个会议设计的 但是最近neurps还有很多sml的 网上轮廉其他会议呢 也开始用了这个网站 大家如果没用过呢 可以去这个网站上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去填一些信息 你是必要的 neurps这个会议呢 已经有38年历史了 今年是他的第38岁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人生七十而古来兮 neurps呢 已经到了 已经经过了35岁 就是他的中年危机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学计算机都会有35岁的中年危机 大家如果想听我讲一下 就是学计算机的35岁中年危机呢 希望多多转换我的视频 多多点赞 也多多阅读我的抽象视频 这里是一个投稿分类啊 就是同学们可以自己看一看 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你们不知道 该选什么的时候 可以去问一下 就是跟你们做科研 比较senior的老师 或者比较senior的学长 我就不再在这里献丑了 给大家讲解这些东西了 跟往年不一样的事情是 有些年代 有些年的就是 sml会议呢 你投稿的时候 你需要投 交两个pdf 一个是前九页 reference 一个是剩下的东西 今年呢 大家记住 你只需要交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pdf 这一个pdf 到底有啥呢 我会详细说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这个xpdf 这一个pdf 到底是什么东西 首先这一个pdf 你要先放你的前九页 这是你的主要的paper 然后接下来是reference 然后是你的paperchecklist 然后才是appendix 你去哪里找你的paperchecklist呢 这个我后面会讲 你可以打开你的template 然后你去看你的neurps 2024pdf 你就能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你复制的时候 你不要在pdf里面复制 你打开neurps2024的text文件 从里面开始复制 这个视频的后面 我会告诉你 具体应该复制哪些页码 然后你复制完了之后 你要记住 checklist一定要放在reference 和appendix之间 而不是放在appendix之后 这个一会儿我会详细讲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 犯的错误今年 当然我也可能解释错了 我不确定我理解的 完全证据 如果我说错 请大家及时在评论区 告诉我 我可以再做一些视频 改正这件事情 或者把这些视频 直接删了 重新做一些更对的视频 希望大家能及时指出建议 我不希望误导任何 想投稿的学生 大家还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你是做graphics一些领域的 你可能有些图片的 side会非常大 总之呢 你的总的pdf的文件数大小 不能超过50%币 还有一些你的别的东西 应该 我们现在来说 这个paper checklist 就是Newerbs网站 提供了一个 paper checklist的详细解释 就是你们要记住 这个网站上给了 一个paper checklist 但是你不需要去 从网站上复制这个checklist 到你的text文件 它给了你一个template的文件 这个template文件 包含了三个文件 其中一个叫 Newerbs2024.text 我们应该去 Newerbs2024.text这个文件 复制它到492行 到731行 去你的text文件 你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叫checklist.text 然后把这492行 到730行include进去 然后把它们一起放到你的 然后在你的maintext里面 进行including 这样会好一些 就是大家请记住 你不要去 大家请千万记住 你不要去复制pdf里面的东西 你应该复制的是text里面的东西 你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复录 如果你的文章 是纯实验的文章 没有任何理论的 你是不需要教这个东西的 如果你需要教一些code 或者一些数据的话 你可能需要教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完全不擅长 因为我不怎么做实验 希望懂的同学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答案 也告诉同学们答案 希望能帮助到 每一个同书的人 希望大家的文章弄得重 希望大家都能 升到好的学校读pd 希望大家能通过做科研 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变自己的人生 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是关于大语言 模型和使用 如何在写文认文的共同中 大家自己看就行了 我就不读了 这里介绍的是 什么是双盲神稿 大家可以自己读 这里是openreview的 系统里面的一些介绍 你应该如何 就是管理你的账号 大家可以仔细读一读 这些大家都自己仔细读吧 或者在评论 如果比较懂的同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在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我们再来回来到 这个摘要的问题 就是摘要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你需要在 5月15号的时候 交一个abstract和摘要 以及你的author list 你的author是不能删除 或者添加的 在这个abstract代替之后 但是你的顺序呢 可能是可以改的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改 我建议大家最好 在abstract代替前 能确定你的author的顺序 如果你是做 纯理论的文章 你不需要担心这件事 因为纯理的文章是字母序 如果你是一些 contribution的order呢 你们需要自己 讨论清楚这件事情 再去提交你的文章 这个东西是一些 review的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这个是prepredence的问题 大家也可以自己看看 这里是 就是说你不能一稿多投 你不能一个文件的 你不能一个文章 同时投两个会议 这两个会议 是同一阶段在审稿的 它的审稿周期 是有overlap的 你是不能做这件事的 这是今年好像新出的一个东西 叫anticlusion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具体在说啥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事情理解 欢迎评论区的同学 告诉我这个东西 这个是author response 就是说 当你提交了你的文章 去了这个会议 然后你会拿到review 然后之后 你要replay出这个view 跟review进行discussion 所以你并不是把文章 投入就完了 你还要去准备 你这个rebuttal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 rebuttal的时间 不要在rebuttal那段时间 什么定制了一个旅游 和出行计划 这样你的文章就功亏于亏了 这是更多细节 大家可以自己观看 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template style 今年的template里面只有三个文件 一个叫neurps下滑线2024.pdf neurps2024.sty neurps2024.txt 你们只需要把neurps2024.sty 加入到你的overleaf的文件里就可以了 其他两个都不需要动 其他两个 你只需要复制一些东西 去你的里面 过几天 我会做一些详细的视频 告诉大家 怎么去修改你的template 利用这个neurps2024这个txt 首先 大家需要先打开 这个neurps2024这个pdf 仔细观察 这里面的东西是有行号的 也是有title 然后author是没有显示的 以及一些细节 所以你在编译之后 也要大概长成这样 如果你跟它长得非常不一样 说明你的模板是有问题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这样的 它的neurps的checklist 在整个pdf的最后 但是它里面写了一段话 告诉你neurps的checklist 需要放在appendix和reference之前 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记着移动 我也有可能说的不完全正确 希望大家的评论区告诉我 这是一个今年新的规定 我也不是很懂 希望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希望能帮助到每个投稿的学生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checklist 你们要copychecklist的时候 请你们不要去网上copy 也不要去pdf文件copy 请你们打开neurps2024的tax文件 进行直接复制 你们打开tax文件之后 请到checklist 然后你可以去 这个tax文件的492行到731行 你要做的事情是把492行到730上 原封不动的copy到你的overleaf folder里面去 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在你的overleaf里面 创建一个新的tax文件 叫checklist.tax 然后把492行到731行贴进去 然后再在你的main text里面 include这个checklist 然后第二步 你应该去answer这个question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answer这些question 你可以问高年级学长 或者一些signal老师 第三步 当你answer了所有question之后 你需要把原来checklist里面 对应的494行到518行 注掉 这是checklist里面自己说的东西 这个494行 518行怎么确定 你可以search这个东西 叫begin instruction和end instruction 最后这是一些headers 今年的headers of这个neurbs其实非常简单 但我之后还是会做一期视频 告诉大家怎么换模板 大家可以先自己看一看 就是跟我做科研的每个学生 我建议你们不要去自己换 建议你们不要自己换模板 我建议你们去来找我来换一个模板 这样的话我可以录一个视频 可以告诉更多人怎么换模板 也能防止你们少 也能节省你们的时间 让你们少犯一些错误 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 今年的tax文件 我并没有找见他们对reference的严格规定 往年你需要在bib里面 可能include的neurbs2024 这个bibstyle 但是今年你可以试一下 我发现这是不work的 所以就是说 你可能用这以下三种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用planet或者说alpha或者plan 当然了 他们会也可能出席更新 或者出台新的规定 再过接下来几天 我会及时跟进和关注 然后我也会做更多的视频 告诉大家怎么去处理这个bib的事情 最后想告诉大家 在dialike前你应该去check什么 第一你要make sure 你的文章里面没有任何问号 不管是两个问号 还是一个问号 还是三个问号 第二假设x019 你需要用掉整个的前9页 你不能前9页空了一行没用 然后开了一个new page 你也不能前9页多加了一行 然后你的一些字到第10页了 然后你要确定 你要make sure 你们的文章 你们的作者的名字 没有出现在文章里边 然后你们的name tag 都已经没注掉了 没有出现在文章里边 然后如果你的appendix 写的不是非常整齐 或者说你没有时间 写的非常整齐 或者说你不太搞定明白 你的哪个lama具体的哪个位置 你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在正文里边 你只mention appendix的section编号 而不要mention appendix的具体lama 和therm和subsection编号 当你们提交的时候 请你把你的文件 从overleague download下来 然后记得rename你的文件 to paper下滑线 你的paper id 然后再提交到系统里面 不要把你的文件直接提交 因为你的文件上 可能有你的文件名 可能有你本人的一些名字 或者一些你的一些信息 personal信息 最后你需要make sure 你answer了所有的questions in checklists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 请去问跟你一起做科研的 高年纪的学长 或者一些老师 然后你要记住 你要先把492行到731行 从这个newrops2024里边 贴到你的overleague 创建一个新的text 叫checklist.text 然后再在你的maintext include这个checklist 然后接下来 你需要answerquestions 然后等你answer了questions之后 你要把原来的494 到18行直接注释掉 然后最后我说一下 正确的order of这四个东西 首先你要有前九页 然后你要放你的reference 你的reference可以无限长 接下来 你要可能要去 要开一个newpage 然后去加你的checklist 然后再下来 你可能要开一个newpage 然后放你的reference 这两个newpage 我不确定你是一定要加的 但是我建议大家 就是自己仔细去看一看 或者去多咨询一些 跟自己做科研的高年纪的人 看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不确定两个意料加 我只是在这提出一个建议 可能需要加的东西 大家要仔细思考 最后 如果你提交两篇文章以上 我建议你 一定要提交这点仔细check 你不要把文章A 提交到文到B的系统里面去 这样两篇文章都会被你记记的 最后 今天的这个视频 就是非常长 感谢大家耐心的观看到最后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 不是那么抽象 也只是帮助大家投稿 节省大家的时间 如果哪里说的不对 或者哪里说的不好 希望大家及时在评论区指出 希望这个视频 能帮助到每一个投稿的朋友 接下来 我会做一些具体换模板的实战视频 告诉大家怎么换模板 因为换模板 并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最后 祝大家投稿顺利 也祝大家要申请的同学 申请顺利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也可能会去 今年去newreference打一打野 如果有幸遇到各位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节目 拜拜